臉上有泰雅族婦女男子的紋面 也看得到婦女的織布機 獵人的配刀等 這些畫作是以泰雅族部落生活為題材 大膽的配色全都是桃園縣 步行鄉睽惠國小學生所畫的 小學生把對部落的印象透過畫來呈現 台灣縣復興鄉葛惠國小在復興鄉歷史文化館巨型師生的畫展 透過泰雅族教師的半學期的教導 二十位學生獨立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主要像我們這些畫裡面 就是看見文面 還有一些這個就是我們快要遺失的一些記憶 就是公知 就這樣子用這種方式 然後看到實體也看到那個真實的一些圖片 這樣子讓他們去了解這樣 葵輝國小校長說 葵輝的孩子愛畫畫 這次展出以泰雅族部落生活為題材 孩子們看著自己的畫也都笑著說 能夠藉著畫畫把文化呈現出來 真的很開心 記者安南傳烏溜 桃園復興採訪報導